国民党主席朱立伦的访美行程来到第二站华府 六日他在华府智库布鲁金斯研究所演说 首度提及到国民党的国防政策 包括调整军事投资 强化不对称战力 均购优先因应未来五到八年的突发事件等等 他同时提及国民党希望和北京保持接触 全程英文演说未提及九二共事 但是国民党如何看待九二共事 与会人士很好奇 企业和北京接触又否定九二共事 学者认为朱立伦的说法自相矛盾 不愿意说出来九二共事这四个字的话 那么这个所谓的基于共同的原则 能不能够被北京所接受 其实基本上来说的话 我会认为效果是比较有限一些 朱立伦强调国民党永远是亲美的政党 一方面向美方示好 另外一方面又向北京递触橄榄枝 两边的关系都想维持 华氏新闻薛松前台北报道 想要获取更多新闻资讯 想要看到主播最新的动态 赶快订阅华氏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